11月30日 人民币大反攻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报价7.1769 上调220点 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7.1663 截至发稿 离岸人民币更是涨超1000点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7.1387元 上涨1.42% 创下11月10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较11月29日纽约尾盘上涨1150点 华尔街众多机构指出 虽然技术修正需求及多位美联储理事的鹰派言论 令美元指数上演了短线逆转行情 但在美国经济衰退预期增强 以及美联储最新利率会议中 暗示会放缓加息幅度的背景下 意味着市场主力开始定价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前景 意味着美联储将持续下行 所以接下去美元持续上行空间有限 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在高债务 高通胀 高利率 即低增长 这杯有毒的极为酒下 强势美元必将会反噬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利润 并对美国债务负担和金融市场构成风险 最终导致美元崩盘 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31.3万亿美元 随着政策利率明年6月飙升至5.0%至5.25%区间 那么美国每年仅支付这些债务利息的成本就会高达1.6万亿 占到2022财年联邦税收总额的29% 这表明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 在杂崩美国金融市场的同时 也终结了美债融资的廉价资金时代 并引发了一系列文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端金融事件 而引起这种种危机的根源 就是美联储对于导致高通胀原因的不诚实 并为更多新错误打开大门 开始收割自己人 因为美元指数持续走强 最后会被破坏美国制造业复苏 对上市企业盈利造成重大打击 引爆美国股市 这让美国企业高管和华尔街感到痛苦 纷纷削减开支 大范围裁员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强势美元反噬美国经济 收割自己的表现 不单体现在华尔街对未来几年 美国企业盈利的预测上 更让美国国债市场风声鹤唳 使得美国现代市场也陷入风暴中 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财长耶伦 会在11月28日再次直言不会表示 美国国债市场可能会出现崩盘 美国可能面临金融稳定风险的实质性影响 不能排除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的背后原因了 同时也解释了 美联储在面对美债将崩盘的警告下 为何会再不得不发出可能会降低加息幅度的 渐进转向的信号 是因为其成立至今的真正使命 是帮助美国联邦融资 以及支持包括美联储自身利益在内的 华尔街精英等利益集团服务 这使得华尔街投行 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们一致担心 接近2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很有可能将会成为下一轮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 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增加 从而产生另一个雷曼效应 包括高盛在内的经济学家们 预计美国经济明年10月前出现衰退的概率达到100% 华尔街预言家彼得西夫更警告美联储 如果不放缓加息 这对美国债务市场来说是一个金融定时炸弹 使得投资者开始质疑美债的传统避嫌属性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全球市场却出现两件让市场非常意外的事情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在一周前公布的数据 全球央行在2022年第三季度购买了创纪录的399吨黄金 几乎是之前纪录的两倍 对黄金的需求回到2020年前的水平 这也是各国央行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 创下55年以来最快速度悄悄购买黄金的记录 更让全球央行在2022年黄金竞购买量达到700吨 超过2021年全年的购买量 这表明美联储接近加息 使得美元指数创下20年高位之际 全球央行却仍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积累黄金储备 这在美国持续高通胀和美债危机的环境下 全球官方机构投资者开始怀疑 美元还能否继续充当长期财富储存的功能 IMF提供的数据表示 美元在全球各国的中国际储备份额 已经意外地降至25年以来最低占比至不足19% 但让黄金投资者迷惑的是 该协会公布的报告表明 只有约99吨黄金流向了公开身份的官方机构 而另外的300吨黄金被某国以匿名的方式秘密买入 虽然大部分全球央行购买黄金补充外汇储备时 会知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黄金协会 但也有部分央行则会对此保密 专注贵金属研究的Matt Charles Daly 首席执行员诺尔曼表示 按照现在的公开官方机构身份来看 几乎没有哪家央行有能力购买余下的四分之三黄金 但该机构表示 尽管难以确认第三季度黄金市场的神秘大买家是谁 但只有几个国家的央行留此实力 比如中国 日本 俄罗斯 沙特和印度 而正在这个关键时候又出现一件让市场意外的事情 这件事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美国人正在抢购金币和团积黄金 以应对通胀和美元购买力持续下跌等不确定风险 据美国铸币局在11月28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5日 2022年 美国应金币销售高达152.8万盎司 其中9月和10月总销量就高达20.15万盎司 较前两个月增加24% 更是接近于2020全年的销售额 且今年仅用9个月就达到去年全年的销售量 延续了2021年120万盎司销量后的又一次强劲表现 这两件事是一个观众朋友们需要引起重视的市场信号 这表明美国在持续高通胀和美国债务危机 或将被引爆的环境下 美国人开始怀疑美元能否继续充当长期财富储存的功能 同时更体现了全球央行正在让黄金在国际储备资产和金融交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很明显现在的黄金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资产了 因为现在的美国经济宏观环境是货币化债务 暴涨的美国国债和通胀不利于美元的价值和地位 并会对美债产生长远的一处影响 虽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认为能控制这一进程 但货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控制不了 美联储更是无法印制黄金 全美铁路罢工续集 美国经济获受重伤 损失多达20亿美元一天 11月28日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表示 美国经济衰退可能随时发生 丹斯克银行的经济学家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并且认为美国经济将从2023年第二季度出现衰退 尽管一部分人指出 美国劳动力市场仍在继续增长 与这些经济学者们的预测不相符 但哈里斯却表示 美国的就业增长趋势在过去一年里是负面的 如果该趋势长期延续下去 只需要到2023年夏季 美国的就业就将转为负增长 情况已经很不妙 但是随着美国最大铁路工会 拒绝白宫促成的临时协议 铁路罢工危机眼看就要爆发 美国经济衰退 随时发生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 本次即将爆发的铁路罢工 最早可以追溯到今年7月 当时代表美国铁路工人的几大工会 与铁路公司就劳动待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 进行了多轮谈判 要求改善工人工作待遇 解决病假等问题 虽然因总统拜登的介入 工会和系统双方进入60天冷静期 9月的时候白宫又宣布 铁路公司和工会已经达成一项暂定协议 从而避免了这个可能造成经济灾难的 全国性铁路罢工的发生 但当时所有工会还需要投票来决定 是否采取这个协议 11月14日 美国12家铁路工会中 7家工会投票同意 3家工会否决 还有2家则尚未完成投票 到11月20日 参与协调的全部工会 以50.9%的反对的微弱优势 否决了临时协议 11月21日 Smart TD方面表示 工会和铁路管理层之间 有就现有协议有效期至12月8日 也就是说从12月9日起就可以进行罢工 除非国会干预 根据美国铁路协会预测 铁路大罢工将导致7000多列火车停运 致使美国经济每天损失超过20亿美元 在大约30%的货物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的美国 这条供应链一旦被扰乱 其影响将很快渗透到方方面面 届时美国经济将随着崩塌 也难怪总统拜登会亲自发声 要求立刻解决这个事情 避免铁路停运 这条供应铁路停运